我们在做个链集,叫做 Setup VM,叫boot diagnostic 我们想教你如何设置一些东西,就可以看回链机画面 我们先按下这个 command 中,先做Story account 因为他需要做这个boot diagnostic,需要存取资料 所以先来建设Story account,按gen,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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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启Ubuntu,让Story account成功 但今次有多了一個PARAMETA 叫做Boot Diagnostic Storage 把Storage Account的名字放進去 就知道要Pack了一個Random Number 看看Random Number 看看它已經整理了多少 無所謂,因為它已經安裝了 接著先開一部機 因為要等待 開一部機 就要多了一個PARAMETA 叫做Boot Diagnostic Storage 其實它還要幫你保存 亦是自動搜尋了一條Key 不用了,要花了一條Password 其實它就搜尋了一條Public Key Public Key Pay 把Public Key加進去 Public Key放進去 Public Key放進去 接著就開回Azure Portal 其實你也知道是時候 我們要看看Virtual Machine 看看Virtual Machine 我們應該會找到一部機叫 Monitor的Linux VM 我們就去Virtual Machine 我們就去Virtual Machine 你看到頭版就有了 Virtual Machine按一下 按一下 我們應該要再重複一下 等它看到一部機 不可以,不要緊 等多一會 我們最主要想看 今次做RELAP 就是做Monitor 就是看看機的情況 我們就想看一些Metrics 究竟它的CPU 和RAM 玩一下 如何調整Metrics 和圖 然後就想 剛才提出了Boot 其實提出了Boot Diagnostic 就很有趣 看到Screenshot OK? 看到Screenshot 我們要等一等 因為這部機器還未準備好 可以 好了 那就按一下 未Boot好都可以看 因為其實只是看Metrics 只是看指標 那部機器不用做 也算快 現在是Running 我們去Monitoring OK 看Monitoring 下部機器 找一找Monitoring 接著看看Metrics 你喜歡接近Metrics 不用太闊 我們就想看一些指標 就是看一些不同的狀態 我們現在就想看 就是看Percentive CPU 看Messive 其實Metrics 就是Lock 去Fullo 看過哪個操作 就是哪個範圍 哪個範圍 哪個Metrics 就是VM 要看的就是 Percentive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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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在這個 是Credit 開設 我們用了 Percentive CPU Metrics Virtual Machine Host 这些组织是要归纳的 因为这些数据是大抽的 这些数据是一段段的 其实不是连续一条线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问 究竟我们要看哪个归纳 这些数据是要自己决定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合理 例如说CPU%是深的 它是让你按的 但深的%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它很小 通常是在想什么 如果我说有多少年线 就要看深 或者看CAN 即是现在的数据 这一刻有多少 你也要继续多少 如果看CPU 可能会看什么 即是测到最行 或者是平均多少 可以吗 看你想看什么 但今次就是看CPU 拉一拉 可以这样子 可以看到没有什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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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紧 不要紧 接着我们就按 按加 我们先选择这边,就是Adbound Metric 再选择一个,都是黏着这边的机器,就是Virtual Hose 就是Inbound Flow的Average Inbound Flow,我们看看是Inbound Flow 其实它有指南某搜索,Number of Current Flow in Inbound Direction 但是Inbound Flow,我们应该要看平均数 平均数已经在这里 其实应该要加一个Metric 但是一次过和我玩玩玩过两样东西 看看是否合不合理,Inbound Flow是4% 只要加在这里,不加也会放在这里 现在有两个人在玩,可以拉一下zoom 你看到是红色条线,有Inbound Flow是4% 平均有4个,这些可能是一条连续线的一个 有没有很肯定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finish edit 刚才我已经击掉了,因为我按了它 就加了Metric,其实跟finish edit 应该是同样的 我击掉了 现在这里是两个图 先看一看 selectfinish edit 我们应该看到一个Graph 就是有一个Inbound Flow 样子也很相似,因为是%Inbound Flow 现在我们已经玩了这些东西 想看到这些东西 再加了Metrics 有些选择了某些东西,然后再调 如果想再加,可能有很多视连续线 可以看看DIS I.O 这些小孩很厉害 读写 有时看Network Network in,Network out 基本上,Hypervisor看到的东西都会看到 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做 不要管它住了 找不到finish 我们现在就看看Monitor Support and Troubleshoot Boot Diagnostics 616 Support and Troubleshoot Boot Diagnostics 刚才加了Parameter 这里应该就会有东西看 等它一等 这个就是Boot机画面 Boot机画面 什么是Boot机画面 其实你有机会不能够计 因为SSH不能够计 Remote desktop 然后也不能够计 然后也不能够计 你不知道是Bio 不知道是Bio 还是不能够计 所以你不能够计 那你就是看一看 Boot机画面究竟有什么 可能你 破坏了一些东西 它就够计了蓝画面 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有机会这样 因为以前有些 Cowander看不到 你够计划计 就够计划计 所以这个Boot Diagnostics 其实也帮助你 开幕时看 最少会看到Boot机画面 其实做就做完了 还有一个可以看到 Serious Log Serious 即是Boot机的Log 其实是Boot机的Log 如果有机会弄出 然后它就弄出了 SSH的Key 就是Boot机的Log 就是Boot机的Log 你会看到这些 如果看这些 可能你会发现 如果Boot机的Log 如果下了Boot机的Log 就看Boot机的Log 这两个也很有用 这个有用过刚才看的画面 因为其实看画面也不会经常 不得 但是这个是经常看的 因为其实最简单 这些也会写去Code 就是在更多大家用 或者是你会 ك이Code 可以写上这些篇篇 即是可以写这些篇篇 所以那些 有时写错了 写错了 或是要看这里 所以就查不了 那就可以了 那麽Log 完成了 然后继续装在AstraDiagnostics的企业 问题是你没人相激的 你知道是在外面位置的课讯上的资料 有什么Log file 用了多少占 lay 不代表有什么占 lay的 你这些OS的资料在选择的程序 实际上是安排的 我们在AzharPort找到VM,即是ReverationMachine 现在我们想安装DiagnosticSetting 按Monitor,DiagnosticSetting 接着我们要按EnableGasLevel的Diagnostic 它知道你一定有SORRY卡,因此Data会让我存储 我按EnableGasLevel 按EnableGasLevel之後,等一会 它会帮你安装DiagnosticSetting 你应该重复查,它能够安装DiagnosticSetting 你开机时可以安装DiagnosticSetting 但现在你能够安装DiagnosticSetting 它也知道它在AzharPort很棒 按键帮你安装DiagnosticSetting 它安装Diagnostic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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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这里就有些设计 你可以选择DiagnosticSetting 你可以选择DiagnosticSetting 选择DiagnosticSetting 可以选择DiagnosticSetting 我们最主要是想讨计OS 因为最基本上是你组织 你可以选择DiagnosticSetting 你可以选择DiagnosticSetting 然后很多时候就会选择Diagnostic 你看到Io 看不到Diagnostic 究竟有多少位置 你不知道 因为你戒Diagnostic 10GB 它用了多少GB 你无重知晓 因为你不读内容 你不知道它的情况 所以你不可能叫外面 知部机的情况 然后我们会设计 我们会设计多久 本来说15秒 我们会设计60秒 一个分钟 然后我们会设计Dashboard KPI 我们会把刚才上一回合 设计和新设计的 包括设计Network 设计Network 我们会设计 整个版本 可以看到 设计Network 设计Memory CPU 然后可以有个头版 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可以有很多头版 你的Dashboard可以设计很多 目标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看它如何 就是这样做 装完 装完就自动动 这次有时候 有时属性不弄 你今次飞回来 你会看到 有些Metrics 可以设计 其实你知道 Linux 和Windows 议计的不同 其实EG正在走 然后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感觉 有Metrics 可以设计 现在我们已经5秒 设计了 因为你知道 有个过程 因为你不想像电脑的资源,你也不会有很多资源 你只要拿一拿,你也会讀一读电脑 所以你想想问题是你身体这么快 现在我们做的改变60 不用那么快,60 可以吗?60 这样就copy了,不用打,贴吧 吸不到,copy 原来不给,一定要打 打他,吸不到 慢慢來吧,60 好,整齊了,整齊了,然後save要升 因為他會升到機上,想一想怎樣做 其實A掌會升到A掌,按一按 我們再等一會吧,不要看,等一分鐘 其實在等的圖中,我們可以先將圖片 我們在這裏慢慢拌勻,應該可以按一按 save,不允許離開,不允許離開 剛才等多久,兩分鐘前我安裝了A掌 嗨,正在溫暖 現在改一改,再等一會,再等一會 先把圖片放進去 我們只要看一看,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差不多了,應該可以 慢 停一停,再等一會,再等一會,再等一會 等一會,畫面升到,現在升到 現在可以走到,可以去看save log 這樣就淋淋淋淋淋淋 其實很多log會發出出來 和你問哪一類的log Linux都已經定義了 它就被登出,什麼level 其實你只要玩log,你不會收全部 通常收debuck就收很多 可能你突然被控制,你不會拿那麼低 你可能拿 error 你看清楚你想拿什麼 現在其實連log都會升出來 然後Agent和Issor account連著 現在大致上的monitor 我們現在去到metric 我們先看看 我們應該就 剛才那些舊的東西 先不要理會,我們繼續做 首先選擇metric 然後選擇metric 就是gasclassics 這是custom的generator 然後選擇 NetworkinGasOS 它可以掃一掃 它會幫你選擇名字 我們先找一找 NetworkinGasOS NetworkinGasOS 剛才在networkinGasOS 在卡的層面取得 NetworkinGasOS 現在是OS層面取得 NetworkinGasOS 我們在OS層面取得 NetworkinGasOS 我們選擇 要計算數 400Mbps 然後我們再選擇 選擇 選擇 Mass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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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忘記選擇 選擇 選擇 所以沒有了 不要緊 我們再做一次 因為之前做的CPU 我沒有按 好像沒有存在 我們繼續看一看 其實我們現在想做Destros 其實也不用 在這裡也想做過 我們現在完成了 Pin to Deskbox 可以嗎 我們想做Destbox Pin to Deskbox 在這裡 讀一讀 Pin 做一個Deskbox 如果現在已經有一個 你現在已經有一個 你可以CREATE NEW CREATE NEW CREATE NEW 就有KPI KPI 做一個新 你可以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 新 做一個 Pin Pin 過去 Pin 之後 我們再做幾個Charge 我記得做幾個Charge 我又是看Memory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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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age Memory Percentage Memory Percentage Percentage Arrible 接著 Messy Pin 拼了 拼了 Pin 擺放 進去 好 洗了 然後 新的 CPU CPU Percentage CPU Percentage Percentage Gest CPU Messimum OK 好 那 就 拼了 Pin Pin 洗 那 現在再回頭 兩頁 回頭 應該正正常 一個Memory CPU 那 我們現在就 搞定了 這個樣子 回到來 想去 帥氣一點 可以 砌一砌 然後 寫 Time to train Pars 30 你可以這樣拉 就是 這裡你可以 OK 先按下去 它 按下去 它 它 我們想 選擇 我只可以搬位 搬位 搬位 Edit 不 它是舊舊 你 Edit搬位 搬回上來 搬回上來 狗公格 這樣 下面那塊 你可以搬回大 高一點 下方高一點 然後你可以在那裡轉 因為在那裡轉名 轉成 自己玩一下 然後 按下 按下 然後 好 你記得 因為它 這樣 它應該 自動 沒有 你選擇 30分鐘 動力 更新 你選擇 剛才第一次 做了一些傻小事 忘記了 它沒有說 編完之後 再 按下 按下 它也沒有說 清一清 不過你要清一清才能分到三條線 好 完成了 現在繼續 想玩一下 如果我們 那些 Diagnostic Data 怎麼用 如果CPU 錄定很大 90% 就通知我 RxR Portal 你先把YAM 反過來 VIRTUAL MACHINE 這裡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也能看到 VIRTUAL MACHINE 有部機器 突然用開 按下去 好了 找到它之後 第一件是看看MATRIX 但這次我們想做一個 ALEGAL RULE 看 MATRIX 看看MATRIX 這裡 OK 我們這次 再看 我便對一個 我們想說一個 所以我們想 add 一定這個 再一個 先調一下 ARERT entsprechend 我便要按警示 這過來 畫面得很了不起 然後按照 但由于规则是一样,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想看CPU 但不知为何刚才的记录,我忘记按save 我们现在再回头,可以说要用刚才的GAS 然后看看它的项率想用哪个CPU 刚才的CUSTOM也可以,用HOOX的标准 都一样可以调到CPU %CPU Masimum或Average Masimum是Average Masimum的角度比较滑,比较多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图 如果我们弄了这个图,其实我应该是save 我应该是save 但不理,我们现在按Average 好,我们先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CASE 那我们的CASE就是 弄完Average 然后选择这里,Average 我们应该是用正确的Metrics 看得不太清楚 那我们试图呢 那我们试图呢 其实现在这个CASE 应该是对的 如果你可以Edit它,你会看到它很橙 你选择那样东西 你选择那部机 可以不可以选择那部机 所以不用做了 那就对吧 那Under CASE就是这样 然后就登了它 但它已经有了 其实它按快点不同 我先built了标 further去训练 好了,它就可以按了软件 然后Condition 就是signal 肯定量 大纯� 是否收钱,可以按一下价格 Conditional,Signal 滑下去就看一看,看CPU Quickerton,看一看,要求是 要改平均,平均90% Massimum不是那么好,平均 英文解释,平均CPU高过90% 多久呢? 通常是说时间,5分钟每1分钟 这些是基本,5分钟每1分钟 就设定了 这里就设定了,但它不会只能够分辨 好,每条都会有多少钱 接着做个Action 選Action Group,Create Group Action Group 按一下 看一看CREATE ACTION GROUP 我们有ACTION GROUP 我刚才选了ACTION GROUP CREATE ACTION GROUP E-MAIL ALERT E-MAIL ALERT 没有什么搞的 接下来通知你 可以通知你 可以E-MAIL 就是E-MAIL GOOCH 接下来订阅 你最终就可以了 可以打电话给你 收 access.SMS 按了就能够进入 名字叫做HighCPU Usage 即是你的CPUBAN 有名字叫Action Action可以再做些事情 如果你再想Action More Detail Action可能還有 即是可以叫ASHA Function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你可以選擇你五個動作 但沒有應該可以 即是這次目標是彈訊息給我們 好,現在就 Action 了 沒什麼要搞的 Tack不Tack Review 就Create 給他一點時間 搞定了 搞定了,還有下面的細節要填 因為這條Alert Rule 這條Alert Rule 就是 Whenever CPU Port 然後 Email給我 高於90% 然後 當然要Enable 你不要不開 這些不用理會 有多重要 現在有條Alert Rule 之後 我們想一部機 一部機 想連一連SSH 我們可以用Cowsell來做 OK 用Cowsell來做 因為你用Cowsell來開 我們最重要是要拿回 Cowsell太久了 有時候也要Timeout 要Refresh 那好吧 我去一部機 看看IP 我們現在想完善的機 可以在這裡 找到VM 然後有Overview Overview 這裡有一個IP 我們可以把這個 測試了 我們現在想進入SSH 全部機 我剛才的Timeout 好多了一個Cowsell 所以現在就按了Refresh 再等它 等它拌勻 我們進入了它之後 其實想做一個 就是 設置Stress Tools 這個Tools 其實是炸機 很多時候做Low Test 就會這樣拌勻 我們就想做Low Test 然後用Stress 這個Tools 就說 16 沒有幾個單位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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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 你一定會見到Alt 但一會兒 你應該會收到E-mail 剛剛 其實我整理了E-mail E-mail 你要留意 你要再開 E-mail 因為E-mail 開了之後 他就跟你說 你加進AzureMoneta Action 其實應該會發送給你 E-mail Alert 應該可以的 我們現在試一下 因為AzureMoneta 因為他應該不需要 AzureMoneta消失 我們已經知道 有幾個問題 其實他怕他們為了 撒塌 所以如果你沒有訂閱 的話 按一下 他說他理解 他開始幫你訂閱 現在進入那部客戶 先進入 先進入 先進 再進入 再進入IP Address 找到IP Address 先進入 再進入 然後進入 如果是YES或NO,就YES 沒有打卡滅塔 先進了Ubentu 進入Ubentu吸一吸 安裝Stress 很快便洗完 安裝Stress 炸一下 炸一下 炸自己 炸自己的CPU 炸自己的CPU 應該沒多久才能收到E-Mail 但現在在炸CPU 炸一下 可以很快便去到 之前做得很辛苦 做了桌子板 現在是KPI 我們在Monitor Guest 我用Tools 如果要强制它 强制它 20 等待會可以炸到差不多100 但現在還未出現 因為我們剛才發了多少秒 一分鐘發出更新的Data 一分鐘發出更新的Data 未夠更新的時間 所以還未看到 還有要等待A-Lit 等待A-Lit 要細心一點 等待A-Lit 設定A-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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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要把 1997 按A-Lit 然後可以進行 其實它沒那麼快 所以現在先等一等 待會繼續 過了一會 看到它炸到飛起 我用了第二個Match 用了Hirpizer的快點 看得清楚一點 帶個Alert 我用了那個可以慢 其實我收到E-Mail 我收到E-Mail 就從Azure那邊的彈 你這條Rule Checker到了 就中了招 爆CPU% 如果你想到Azure Portal 我們卡住它 就可以直接 特別拿 因為它可以打開 然後貼回去 看到它就給你看的Monitor 慢慢地 看到這個Rule 了 CPUHOT 然後還有一個圖 那圖就扯上去超過 扯上去就扯到超過90 那條線超過90 那這部Ubent圖就快要飛起 你看到這裡 它會走完 但是其實 你開了很多Worker 開了十個Worker 其實這個Nap 就完成了 完全完成了 給點時間等 等5分鐘 因為我們解釋過 5分鐘 送一個更新資訊 你要留意著 反應有多快 因為要設定那個Monitor 那些 Aggregation 就完成了 好 完成了 mas 咬